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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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也觉得已经还了刘备的人情 就踏踏实实地自领徐州刺史了 三国志背还归部 不浅背囤小配 不自称徐州刺史零二 就远过了段时间 李宗盛突然接到刘备的求救 原来 袁术让手下将军计灵 带着三万兵马 攻打佩城 对于吕布来说 这是个除掉刘备的好机会 刘备在徐州必定是个隐藏的祸害 这种例子有一口袋 董卓杀刘备 曹操杀刘从 刘备得到一周后 虽然没杀刘备 但也把刘备赶到了荆州的公安 由关羽监视居住 所以 不留救主是胜利者的常规操作 这次吕布完全可以借袁术递过来的刀 杀死刘备 吕布的部将就说过 将军常遇杀刘备 今可假守于袁术 可见 吕布这个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个世人皆知的秘密 感觉吕布很分裂啊 一会儿爱刘备 一会儿又咬杀 刘备 实际上 刘备这次回到小沛以后 一直历经图治招兵买马 扩充自己的实力 这也是刘备坚决离开下批的真实原因 在吕布跟前怎么发展 刘备的可使行径 让吕布和他手下无法接受 所以 吕布当然想除掉刘备 但政治是不能任性的 是利益优先呢 吕布是一州之主 必须考虑全局 首先 吕布占领徐州后 袁术主动给吕布粮草表示亲善 还承诺对吕布长期支援 但袁术后来并没履行诺言 这让吕布非常不爽 他需要找机会提醒袁术 如果你不执行承诺 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范术不转 布又会树蕴梁不复制 现在季灵杀下了小佩的刘备 成了吕布敲山镇虎的机会 吕布要阻拦季灵 其二 袁术的实力明显比吕布强 而且野心勃勃 如果刘备没了 袁术就一定会专心对付吕布 吕布需要刘备的存在 在吕布眼里取走刘备的性命不过举手之劳 但现在让刘备活着逼死了又用 这也是吕布接纳刘备来将的原动力 其三 佩国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 佩国属于豫州 南连扬州 西连徐州 北端挨着沿州 谁获得佩国的控制权 谁就有了身向各州的一个触角 吕布可不想失去这个地方 而刘备驻守的佩县小佩 正好位于各州的交叉点上见下图 小佩的地理位置 如果袁术占领了小佩 吕布的安全会受到巨大威胁 类似我们不能失去隔壁新国 更重要的是 徐州北部地区的泰山群口 一直没有归顺吕布 而袁术却跟他们联系密切 一旦袁术清理掉刘备这个路障 他和泰山群口 就可以零距离接触了 吕布则面临被包围的境地 保不保得住刘备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保住小佩 三国志术若破备 则北连泰山诸将 无为在术围中 不得不就也吕布紧急集合 带领二百西兵 一千步兵 迅速赶往太城 零三 射 即当纪灵和他的三万大军 看到赤兔马上迎资大爽的吕布 带着杨起的尘土 站在眼前的时候 他们立刻停止了攻击 也可以说 他们是不由自主的 因为吕布在战场上的气场 是最为宏大绚丽的 三国志灵等文部制 接连兵不敢复攻 吕布看见战斗停止 就在小派县城的西南角 一里地方设置了临时战斗指挥所 然后派自己的侍卫去请纪灵来军营里说话 但纪灵根本不敢来 因为他看到吕布安宁的位置 跟刘备护成鸡脚 吕布明显是来帮助刘备打自己的 但让人看出自己害怕 太丢面子了 特别是周围全是自己人 以后纪灵如何树立威信呢 于是 纪灵很机灵的用了反弹 他回复是为 请吕将军一起来吃个饭 三国志不无配西南一里安屯 潜陵下请灵等 灵等一请不供饮食 你吕布一千多人 我这三万人 不怕你就来傻子才来 吕布真来了 虽千万人 无王矣 看到吕布 正开怀畅饮饮的纪灵 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右手举着双筷子 左手拿着脚中的 愣在那里吕布对纪灵说 玄德 我兄弟 被您和诸位将军围困 所以我特意来救他 但你也不用担心 我不会参与其中 我的天性不喜欢多弄是非挑动你们互斗 我喜欢化解战争 纪灵一时没明白 感觉自己怎么记不灵了呢 他下意识地用筷子挠了挠霉带亏皱的头 筷子正好穿过发迹 成了单子 他也没察觉 各位将军 咱们看下天意如何 吕布说完 让小孝在远处的营门竖起一击 不是什么方天话几话 对纪灵和朱江说 看到几头侧面的小只没有 我吕布要用弓箭射中小只 如果射中了 你们就撤兵 如果没射中 你们接着打 而且 爱就一个字 我就射一次 军营瞬间寂静 只有弓箭飞出去的声音 当吕布见钟小只 当初领了酒 钟掉在了地上 接着军营里欢声雷动 所有的将军都禁了 因为都是内行 他们对吕布说 将军天为也 三国制第二天 双方再次吃饭畅饮 没有杀气 只有欢聚 战争如风而散 远处 小配成头的刘备 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他吩咐手下 一定要加紧时间招兵买马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吕布越强大 自己越没有存在的意义 04 平定徐州吕布 这次元门设计 震慑了周围的诸侯 刘北是吕布荣仲请回来的 还是以豫州刺史的级别 袁术说打就打 梅玉仙之会吕布 说明 他根本没把吕布放在眼里 所以 吕布 元门设计的豪情 是一种能量的爆发 吕布要让自己的光照亮周围 这一件就是设给袁术看的 袁术后来一直拉拢吕布 跟这次元门设计有很大关系 古人有信仰 非常敬畏天赋义人 否则 三万人看到吕布出现 不会停止进攻的 换个人站出来 事实 比如张辽 众人一定会万全打死老师傅 吕布也借此威名 开始了他平定徐州的步伐 前文说过 徐州北端的狼牙国 东海国被泰山群寇控制了 吕布一直比较棘手 不过 朝廷任命的狼牙国 向萧建还在郡治的举县 他为人轻高自首 萧建没跟赃霸一伙有关联 但也没搭理吕布 举县的位置 吕布借原门设计的威名 派人给萧建送了封信 大义士 我对朝廷是很忠心的 还杀死了董立 我出自西北边陲 要不是当初讨东联军不思进去 我不会到这五千里之外的徐州 我不是来跟你征战的 是因为咱们很近 应该互同有无 彼此照应 您不会是打算自立为王 想搞地区独立吧 咱们很投入